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杂谈的视频 咱们先看这个屏幕中间这句话 Build anything with Google 这话我现在非常的喜欢 这是说什么 说用Google技术来构建一切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Google的技术 对不对 包括今后我准备研究的这个人工智能特材flow也是Google的技术 所以说今后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专门研究Google的技术 有兴趣方向可以关注一下我 今天我做这个视频 想做什么 是这样 我找到了一个Google web开发的一个辅助工具 我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做一个视频 把它记录一下 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个网站是Google开发者的网站 这是它的官网 好 咱们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product index项目缩引 这里面有很多它的这个工具 包括这个 如果用Google技术赚钱等等都有啊 咱往下看 这里面有一个web 对吧 这是Google的web技术 咱们点击一下 好 咱们看 现在是进到了Google web的这个主页 在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有一个叫做tools 有这么一个这个工具 咱们点击一下 好 在这里面 大家请看 Google这个tools呢 它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工具 比如这个Colomb开发工具 Lighthouse Piptier Workbox 今后有机会 我想都会给大家做点视频 哪怕咱们不深入做点简单的介绍 对不对 今天做什么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 Lighthouse 这个工具 我试用一下 感觉这个非常好啊 所以我赶紧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个什么工具 这个呢 它是一个网站审计的工具 比如咱们开发自己的网站 或者开发客户网站 开发完之后有什么问题呢 不能光说这个程序逻辑 也有逻辑跑通 包括这个网站优化等等呢 也需要做一些测试嘛 对不对 这个工具呢 就是给咱干这个功能的啊 大家审计一个网站 看看咱们做的合不合理啊 好 我还咱点击一下啊 它的安装 我这个是日本版 好 不管了 今天呢 我从安装开始呢 给您讲解一下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怎么用呢 它有两种方式进行安装 第一 以Clorm的插件进行安装 第二 以命令行的方式进行安装 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呢 想给您说一下如何 如何以这个Clorm插件的方式进行安装 咱们马上开始啊 当然有请你朋友可以点这个 我这怎么日文的 应该能调成 啊 这个地方应该能够调成 中文能调什么 我看看啊 啊 它有中文的 这太棒了 大家请看 这个是用这个lighthouse进行这个审计 怎么审计 马上咱们做一下啊 我准备呢 用这个Clorm插件的方式进行做一下 安装 咱们试试啊 好 怎么做 我现在先进入到Clorm的商店 没问题吧 这个咱们大家都能做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咱们敲什么 看啊 敲lighthouse 然后一回撤 我先是讯息可能会有点慢啊 大家看第一个就是 咱们点击进来之后lighthouse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一定不用选错啊 这个提供的site一定要是developers.google.com 这个网站才行啊 如果是其他的网站 但是呢 也就lighthouse 这个咱们不要安装啊 一定要看好这个官网 是google的开发者啊 好 咱们先点击安装 安装一下啊 是否安装 是否安装 OK 是安装的 马上就应该能够装完 OK 装完之后 大家请看 在这个屏幕的右上角啊 多了这么一个google插件吧 大型的叫做lighthouse 怎么用 非常简单啊 比如说 咱们现在要审计一个网站 什么网站 比如说就有这个相反视频吧 可以吧 这是我的一个官网嘛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做的官网啊 好 咱们审计台下 看看这个工具怎么用啊 我试试啊 我点击google的这个地方 弹出来 然后呢 咱们点击下面这个声称报表啊 为什么声称报表 这个左边有一个option 咱们先看option吧 option这个是说什么 是说这个审计的项目啊 这个审计项目中有这个性能 PWA 存取性 最好实践 以及SEO 它给咱们审计这五项啊 当然比如说咱们只审计 其中的两项三项都无所谓 那今天咱们为了演示嘛 咱们就都审计一下 我觉得这个工具真的非常好用啊 咱们试试啊 生成报告 我点了 注意看 go 你看 它正在访问我的网站 然后呢 正在做一些测试数据 然后呢 给我生成一个报表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哎 怎么还出来GTA了 出来GTA 这是我做的一个游戏视频 哦 生成完了之后 它正在获取数据 然后大家请看 它生成了这么一张报表啊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 这是一个报表 咱们看啊 我这个网站的得分 首先说性能 76分 是绿的是吧 说明还是不错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地方 75分以上 哎 这就算是绿的啊 稍等 我看能不能放大一些 哎 咱们看啊 我网站评分 呃 76分 说我性能还算可以 我优化的不错 对吧 OK 接下来看那第二个 呃 progressive web app 这个是什么 可渐进式的web app 这个呢 是google的一个web开发的规范 它是一套规范 这个机会我有机会的话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呃 90分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网站 Iceo做的不错 可是我网站没几页啊 啊 不要 呃 谢谢这个工具夸奖啊 哈哈 Iceo做还不错啊 好 咱们看啊 接下来 哎 接下来 哦 这个分数一直在这个画面上面啊 我这我还真没注意这细节 好 咱们接下来看啊 性能部分 性能部分 咱们看这里啊 这是什么 首次内容着色 我呢 用的是2000 哎 又是多少 2660毫秒 换句话说是2.6秒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页面着色的时间 大概花掉2.6秒 但是他给我算OK是吧 就算还可以啊 毕竟我也是做了 真的是做了很多优化 为了让这个网站快速显示 在阿帕奇端 在这个静态网页端 在这个网页的这个除淤白啊 除控行端 我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所以说他给我说这个着色时间 2.6秒 还算合格 及格 没问题吧 接下来 这是第一次的重要的 这是第一次重要的 叫什么 渲染 paint嘛 这个是 2.9秒 3秒吧 也算是合格 没问题啊 再下来 CPUindex 这说明我的速度还可以啊 多少 我的速度是显示是2.8秒 就3秒吧 2.8秒 3秒 没问题 再接下来 第一次CPU空闲的时间 4秒 啊 就说我这网站 花了CPU的4秒时间 是吧 然后呢 合格 没问题吧 再接下来 time to interact 我就说 等待交互的时间 我的网站居然花了7.5秒 这个引起了注意啊 黄档 引起注意 这个有个lan mode 咱们点击一下 他就给咱们说 咱们该如何去改善它 非常好啊 这个应该有中文啊 OK 这lan mode就是说 您遇到问题了 他Google给您提了很多建议 您去采纳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接下来是什么 这是评估输入的latency 什么意思 时间 不管吧 这是40毫秒 说明我的这个 响应用户输入的性能 还算不错 还算可以啊 OK 下面这生成了 我的网站几个缩列图 大家看上面这个地方 它呢 其实是用 模拟了一下3G网络 然后呢 用这个Google的手机 叫做Nexus 5X进行的测试啊 OK 咱们应该是 咱们做完这个网站 应该都是采用这个方式 行测试啊 保证最慢网络的用户 也能够正常的显示 咱们的网站内容嘛 对不对 OK 再往下看啊 再往下是这个 我天哪 这什么 评估着色块资源 但是这个花了1.55秒 看是花什么 啊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的这个 样视单啊 他认为我样视单 太花时间了 而且呢 这个 我这个网站用到这个 Budelstrap嘛 我这Budelstrap用的是个min 居然 居然它居然 20K 20K其实不算很大吧 20K应该不算很大 因为它都min了嘛 对不对 一般用这个Budelstrap网站的 朋友肯定 这个地方不可能比我再小了 因为我已经是最小了 对不对 20K也没有办法了 这个接受 接下来 参照 Offscreen Image 就是说 这个给我键应该就是说什么吧 我理解啊 你看他说了嘛 考虑到这个缆装入 Offscreen Offscreen什么意思 屏幕外嘛 对吧 就是说 在屏幕外的图片 我也装入了 按理说是不应该要的 对不对 应该是屏幕滑动下去 出现它的显示区之后 再装图片 这样让咱们的网站性能够很快的提高 这个为人说是非常的对啊 我的网站确实有这个问题 接下来 服务的这个图片的采用 一种下面的格式 对 它让我采用这个Lake2000 JPG JPG2000是吧 因为我的这个话 JPG2000和JPGXR 包括这个YOP 它们经常提供更好的压缩 比我现在用的PNG和JPG JPG 坏话说 我现在用的是PNG 我确实是我的网站 PNG跟那个JPG用比较多 他推荐我用JPG2000 对吧 非常好 我真的 我就需要有这种专家性的给我指导 我该怎么优化我的网站 再下来 诊断部分 使用了不足够的Cache策略 在静态的资源区 我看 大家请看 确实是吗 大家请看 我这个网站包括很多很多的图片 按理说 他给我写了 发现了23个资源图片 资源 按理说 这些个资源应该做成一张图片 这样减少下载 减少浏览器的请求的次数 所以说 他这地方给我提的 我觉得非常的对 因为我的图片 如果说都做成一张的话 然后呢 用位移 用XY的坐标 来标识 每一个图片的显示的话 对于这个网络存取 对我的这个网站快速显示 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Google给我这么提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 下面这几个都绿了 这就没有问题了 最小话 主线程 没有问题 这个其中时间也没有问题 这个其中时间也没有问题 这个主要是在这个 然后这个是请求Chain 也没有问题 发现6请求Chain OK 这都算过了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渐进式的Web应用程序 PWA 这个我就真没过 为什么真没过 因为我就没按照这个PWA 进行设计 我以后想办法吧 按照这个PWA进行设计一下 重新再设计一下 大家请看 这有一个PWA的checklist 咱们点击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判断一下 就说咱们按照这个checklist 看咱们这个网页 尤其是这个手机网页 是不是达到了它的这个要求 达到它的要求的话 肯定就是既安全又快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OK 咱们再回来 我看他说 我没有注册一个service walk 没错 这是PWA的要求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说一个县程 它是在处理offline 用户没有连击时候 也能够使用 然后没有响应200 这个 哎呀 真的 你看 在这个offline脱线离线的时候 还有让我想它200的请求 这个是PWA的要求 没有使用HTBS 这个确实 我的网站 以前是有HTBS的 后来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第一 我现在没有这个用户注册功能 第二 贵嘛 贵嘛 加S的话 我得自己去买证明书 这一年下来也得几十美元 稍微有点贵啊 因为如果以后 微博想这个网站做用户功能的话 我再考虑是不是 不是 我那个时候就肯定会加HTBS 没有之一 必须要加 然后呢 还没有说把我HTB导航成HTBS 我没有S 当然它不能导航了 这说的很对啊 接下来 这干嘛 user不能够提示安装 我没有 这咱甭看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为这个PWA进行我的网站优化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 咱们今后再来吧 这是什么 没有ManFest ManFest也是这个PWS的要求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往下看 三个时间 可存性 可存性 大家请看 我93分 这不错啊 我看 我有什么问题 背景和前景色没有足够的比率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背景跟前景看起来很模糊 是吧 怎么会有这个结果 不应该啊 我看 我背景跟前景的 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背景跟前景的对比度不够 大家看我的网站 难道这个字看不清吗 看得清啊 起码我感觉我看得清啊 那他为什么说这个对比度有问题呢 说的这个 你看前景色跟背景色嘛 对比度不行 可能就是说 在手机上看起来 我的网站 这个字体看起来 或是这个字色看起来不好看 这个我回头再试一下吧 有这个问题啊 我别试 我现在就试一下吧 按这个 按这个F2 咱们看啊 按F2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手机模拟吗 咱们点击一下 看一下我这网站 我现在准备采用的手机是 比如说 iPhone678加 大家看我这个网站显示 手机我认为是可以看 看清的呀 他不管了 反正他给我提示 我觉得是肯定有他的道理啊 OK 再回来 因为我的这个网站 最后是按照这个 Responsitive这个技术做的 所以说我一个网页 在这个大屏幕 在这个tablet和在这手机上 都能够显示啊 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接下来最好实践 没有使用HTPS 这个我承认 没有使用HTTP2 啊 是这样 这个HTTP2 按理说是应该用啊 以前我在这个 用这个NGX 这个NGX的时候用过啊 我现在这个网页的服务器 是阿帕奇嘛 阿帕奇2.4系 呃 其实是我还没有设置这个HTTP2啊 设的话肯定是 肯定是未来的趋势嘛 对不对 OK 这个展示 我这个我知道了 thank you 接下来 呃 我链接了一个跨域的目标 然后呢 这是非安全的 那说明我链接的 这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 这个coma.com这个网站里面 链接了其他的网站的资源 同时那个网站没有给我提供 HTTPs的链接 所以说他报这个警告啊 你看 比如说你看 比如我这个链接这个优酷是吧 这个应该是优酷 对吧 优酷确实是 你看国内网站 很多人都不喜欢加S 按理说是应该加的 像优酷这种大网站 是肯定要加的 因为你这么多用户 你不能说用户的信息 数据都丢失了 这不像话 对不对 还有啊 我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 你看他提醒我这很对啊 唯有使用这个HTTPs 因为我的这个网站 不是会员网站 所以说不用 用不用X无所谓啊 但是如果咱们在这个国内 使用一些个web服务的时候 如果这个web没有HTTPs的话 我跟您说 忍痛这个服务 咱就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可能说 是我用这个 这个服务 结果呢 我的ID password的 很容易被别人给偷窃走 这肯定是不应该嘛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是没有S的 这个会员服务的网站 我激励的 这个就不用叫推荐了 就是说 嗯 这就推荐吧 不要用这个 不带HTTPs的 这个会员服务啊 非常非常的危险 警告 对 这推荐叫警告啊 接下来让您看 ICU部分 ICU部分的 我的评分是90 还算不错 哪个问题 我看看吧 Document Don't have a meta description 谁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网页 没有为这个meta 设置一个描述 我设了 我看一下 难道我没有设描述吗 我看一下 想这个source 还真的好像没有设 设 大请 我这个meta这么写 我这有个大括号 这是我的生成模板的问题 大请看这个地方 其实我设了 meta里面 这个description 然后里面有内容 只不过他没有读到 OKOK 我知道 我这个地方 设的有点小问题 我会都在修整一下 我的网页生成模板 OK 你看 有这个材料 就能给咱们提供 咱们的网站 或者说网页 有什么潜在问题 对不对 非常方便 然后审计了一些 相对的信息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尤其咱们在这个 做自己的网站 或者说做这个公司 或者说客户网站的时候 如果能用这个工具 在咱们上线之前 审计一下的话 也许会发现一些 潜在的问题 对不对 对面给您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 这个工具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从Google的 Kolom Store上下载 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了 谢谢您观看 今后我会不定期的 再做一些IT杂谈的视频 也希望您 值得关注我的新话视频 好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